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郑爽压力很大 还为了张翰去整容 可是这段感情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 随后跟胡彦斌谈恋爱的时候 一直被网友攻击 因为那个时候的郑爽人气已经很了 可是胡彦斌俨然是一个不太红的歌手 又在他即将开演唱会 前夕爆出恋情 所以一直被郑爽粉丝至一位蹭郑爽的热度 所以最后这段感情也是不了了之 郑爽也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 第一次讨厌自己的人气 可是郑爽是一个拿着起放得下的人 爱的时候全心全意的爱 一旦失去就全是过客 所以他才能在看青子分手的时候 非常潇洒的评论 一句跟爽姐一起去喝酒 其实郑爽比看青子娘灵小 两个人是大学同学 还是社友 睡不上下铺 所以感情相当好 这对好闺蜜先后因感情问题 登上热搜吧 再加上郑爽这句颇有亮点的评论 也是很吸引观众的眼球 还有网友对看青子喊话说 跟爽姐学着点 其实这也是粉丝对看青子的祝福 希望她能够勇于面对过去的这段感情 不合时就放手 让她去飞 就像郑爽一样 放过张翰 放过胡彦斌 其实何尝不是放过自己呢 郑爽的新电影 《奔商一流成河》 即将上映 被郭敬明成为催泪热胆 再加上原著书本的支持 相信票房一定非常好看 也希望看青子能向郑爽学习 将心力转移到工作上 创造更多的优秀作品 网友朋友们 如何看待看青子和郑爽这对好威蜜 欢迎大家在文末留言讨论哦 感谢亲人的用心阅读 如果能赞一下 笑笑今天要开心的满地打滚了 感谢亲人的用心阅读